Hello 大家好 VC 今天的新车呢 是蓝图的首款全球车型 首款按照ENCAP跟C-CAP 双标准来研发的车型 就是蓝图的直音 大家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 它的官方照片以及路透照片啦 那这辆车是第一次 在这么干净的场景下 实车呈现在我的面前 那我个人觉得呢 实车是会比图片更好看一些的 车头部分呢 有一个贯穿式的 日间行车灯连接的车标 就是他们的家族化设计 辨识度还是挺高的 那后部分呢 有点像CMOTO3的那个灯 我很喜欢 但它的大灯 其实在下面这个部分呢 整个车头看起来 是比较圆润的那种 跟蓝图其他的产品 会有一些区别 并且呢 它用了这种新色的漆 其实显得很年轻很舒服 然后它的车头 是有两种造型选择的 并且呢 引擎盖部分 有这个通风孔 营造了一些比较运动的氛围 并且呢 对风组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侧外面呢 车长来到了4725毫米 到了中型SUV的标准了 那这个标准的SUV 其实不仅是小两口 小情侣使用起来比较舒服 但有小孩的三口 直接使用起来 也是完全OK的 就是这个前面的板筋啊 稍微有点复杂 我会担心一些后期的维修费用 车尾呢 也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设计 跟车头固硬起来了 这辆车呢 是既有蓝图的家族化设计感觉 又有这辆车 针对自己消费者人群的一些性格 然后是会吸引一批人的 车内呢 是感觉比较简洁舒适的 我发现现在车厂 已经知道我们年轻人 想要简洁的东西了 所以直行他的车内就是好简单 摸起来也很舒服 然后中控这个部分呢 只有一个屏幕 下面是两个放手机的地方 就是充电板 然后两个背带就没有了 仪表盘 置紧藏在这个空调出风口里面 细细一条的 只显示档位啊 时速跟续航 更多显示的东西呢 其实是通过HUD实现的 并且它HUD的功能 我感觉非常的丰富 而且亮度啊 和色彩度都很好 车内呢是有摄像头的 这个很正常了 但是呢 它的这个摄像头是有盖板的 可以给我们关上 虽然说啊 这个车内的数据 其实按法律法规来说 是完全不可以泄露的 我们也可以相信车厂的 但是给的这个盖板呢 在心理方面呢 还是给我们怎么说 贴性的关怀 人文关怀吧 然后还有很多小细节啊 比如说它的遮阳板 并不是全封死的 像墨镜一样的材质 然后呢 它的这个中控屏 你看它副架其实没有屏的 但是可以通过这个 把屏幕向右移 它的屏幕是可以 左边右边都共享的 通过这个操控 左右滑移 后排空间所见即所得 还是非常大的哈 我能翘完腿 然后座椅也是挺舒服的 就是呢 我觉得它角度可以 稍微再做上翘一点 成透的腿 中间呢 是有中央扶手带背架的 整个后排我坐进来 最大的感受其实是 这是一辆新车耶 在广州的太阳天下放了这么久 卷一点味都没有 动力方面呢 知音使用的是全新的海兰纯电动力 配的是800伏的电驱系统 纯电续航呢 有CLTC650跟901公里两种可选择 并且有5C的超充技术 超充满电流电压的状态 15分钟可以增加515公里的续航 901公里的制航耶 说真的给我用 我半路约都不用充电了 今天的直车呢 是没有小计较的 但是这只是一个工程车而已呀 蓝图是已经获得了智能网联车测试牌照的 也就是说蓝图有level4级别 自动驾驶测试能力的 并且传说呢 它会搭载这个华为的自驾 那我就很期待接下来入市了 在现在新车爆炸输出的情况下 我觉得直音还是有它销量可在的 毕竟你看800伏平台 901公里的续航 华为支架无锡充电 都是非常香的东西 那大家预测呢 它的价格在25万左右 我相信啊 大家如果情绪非常踊跃的话呢 这价格还能往下降一降 不过呢 有一个小建议提给蓝图的高层啊 就是蓝图一直起名字非常的写意 比如说梦想家呀 Free呀 但是蓝图直音这样的车鞋 是针对年轻人群体的 要不给它再起个英文面